上回书说到刘秀指挥人马进兵胡杨,没想到老将韩涛守住胡杨他不出兵,元帅邓宇就指挥人马望上攻城,就抢这座胡杨。 当汉兵汉将望上冲准备爬城,城上到老将韩涛一声令下,上边守成了兵将,望侠就扔了灰瓶炮子滚为离世,望侠愣砸愣扔啊,这灰瓶瓶子里边装的都是生石灰面, 等砸下来,砸到汉兵的脑袋上,肩板上,这瓶子碎了,生石灰面,杠烟起迷人的眼睛啊,什么叫炮子雷石啊,那就是大小不同的石头,望侠愣扔啊,这砸到脑袋上就得开瓢了。 胡杨的兵将望下这么一扔,望下再射箭,汉兵一会儿的功夫就伤亡几十个。 邓宇一看,胡杨称是难以攻下来呀,马上传下命令,撤兵回营。 到了营中,发号施令完了,退归寝账,两下各自小心,夜间是平安无事。 到了第二天天亮了,邓宇让将士儿郎饱餐战饭,又去攻城,就这样一连攻了三天,损兵折将,胡杨成也没有到手。 这天二更过后,刘宇着急睡不着觉,就在帐中跟袁帅邓宇说话。 袁帅呀,我汉兵可是刚刚兴兵啊。 军粮少,难以维持时间。 胡杨成一时攻打不下来,袁帅你有何妙计能夺胡杨啊? 邓宇刚要说话,这话还没说出来呢。 浩英门小校来到中军大仗,单腿打签,望第一柜,骑兵元帅。 浩英门外,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说他姓陈,叫陈俊,有机密室求见元帅。 陈俊? 邓宇看了看刘秀,刘秀看了看邓宇,两个人都摇了摇头,不知道这个陈俊是干什么的。 好吧。 邓宇用手一指,你呀,把这人给我引进帐中。 遵命。 邓宇门小校遵命走出中军帐,时间不大,就带一个人类。 刘秀君臣一看,这个人在九尺开外,长得很魁梧,黑黑的面旁。 粗眉大眼,鼻之口阔,长得很正派,短胡须,在塞边扎着。 身上穿着短衣短裤,足踏撒鞋,好像打柴的桥屋。 小校用手一指,您看,这是我家的主公,跟我家的邓元帅。 陈俊立刻给刘秀邓宇实礼,参见千岁,参见元帅。 邓宇就问,你叫什么? 来见本帅有什么事吗? 陈俊就把自己来意,跟元帅邓宇说了,刘秀君臣一听可乐坏了,是惊喜非常。 这个陈俊是干嘛的? 书中按表,陈俊住在胡阳城,他从小练武。 因为父亲母亲死得早,就以打柴为生。 他的亲姐姐嫁给一个人叫崔秀妍。 这个崔秀妍呢,在韩涛手下当棋牌官。 没想到崔秀妍年纪轻轻,得病死了。 姐夫这一死啊,陈俊就投在韩涛部下,当了一名使长。 每夜关下响银呢,好养活姐姐。 陈俊这个人,轻才重义,诚实有信。 刘秀,刘文书,大兵到了胡阳城外,闸下大营了。 他身为使长,官身不由己,得带着兵守城。 这样呢,就没有时间天天回家去看望姐姐。 可是去不了呢,心里又不踏实。 这天夜里,陈俊抽空,跑回家中来看姐姐。 他姐姐就问他,兄弟啊,城外头是什么地方的兵将来攻城啊? 姐姐,是白水村刘秀的兵将。 刘秀? 兄弟,我问你,这刘秀是何许人也? 姐姐呀,有人说刘秀是大汉宗亲,是孝平皇帝之后,说他是太子。 可有人呢,也说刘秀是妖人。 哦。 陈俊的姐姐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 我告诉你,陈俊,我可知道王莽是大汉国贼呀。 他弑君篡位,人所共之。 自从他篡位以来,天下分崩,群雄各居一方,闹得四海不安。 足见王莽是上朝天怒,下朝民怨,他的天下是长不了的。 哎,我每天也在想啊。 你再王莽大营吃粮,这是耻辱啊。 既然汉太子兴兵至此,你为什么不现成归降大汉,弃暗投明啊? 倘若大事成功了,保着汉太子共灭王莽,为民除害,岂不是件好事啊? 陈俊非常听姐姐的话。 好吧,姐姐之命,兄弟不敢不遵。 可又一样,如果事情败了,姐姐,我要死在两军疆场,姐姐,你就无人奉养了。 哎。 陈俊的姐姐摇了摇头,兄弟,你言之差异了。 你可是堂堂的男子之躯啊。 应该为国出见为民除害,若能弃暗投明,才能建功立业,千万不要以我为念。 倘若兄弟,倘若兄弟,你为了大汉,要是死在江城,姐姐我愿舍身一死,你去吧。 陈俊知道姐姐的脾气,说出话来是绝不更改的,这样自己就下定决心,归降大汉。 准备要献这座胡阳城,所以才在夜间乘机出城,来到了汉营的后营门,求小校往里回禀,面见大帅。 等陈俊到了帐中,邓宇一问他,他就把他姐姐叫他弃暗投明,献成归降的事就说了。 邓元帅很高兴啊,陈俊啊,你坐下,细坐。 等陈俊坐下了,邓宇就问他。 陈壮事,请问你胡阳城池高大,韩涛巨险而首,你如何能献这座胡阳呢? 元帅啊,要是要得胡阳,可也不难。 因为城中韩涛只有三千兵啊。 元帅,我想您是不是派出三队人马,每队或者一千,或者五百,或者八百。 这三队兵将轮流倒替着去攻城,昼夜不停,这样就把城内的兵将累得疲劳了。 我借机会在城上的动手。 元帅,你派人往城上看着,如果是白天,城上的大稻齐一倒,要是到了夜间,大灯笼坠下去了,就是我陈俊得手了。 您立刻指挥人马攻城,我一定能把汉兵汉将接到胡阳城里。 好啊,陈壮士,既然如此,你可急速县城归降,等你打下胡阳城,立下功劳之后,本帅在保你在千岁价前实受官决。 进尊率定。 元帅,那我就回去了。 这样陈俊就退出仗去,离开大营,回归胡阳。 陈俊回胡阳,咱们暂且不表。 到了第二天,清晨,邓元帅升作中军大仗。 拿出令箭,派奸谈,魏越,景当,葛延,四元战将,各带一千兵,分成四队,白天两队,夜间两队,轮流倒替,虚张声势,假意攻城。 好迫使敌人,昼夜不息地守城,把他们泪罚了为止。 四元战将,遵命之后,各自点兵,怎么单说歼谈。 带着一千兵,响炮勒鼓,齐声呐喊,就沙门胡阳了。 守城的兵将,马上飞报老将韩涛,韩涛可不知道,这是汉兵的计策呀。 以为敌人真的来攻城了呢? 立刻亲自上城,指挥兵将守城。 城上的灰瓶石头子望下一针乱打,弓箭弩箭一起望下射。 韩涛在城上望下看着,时间不大,汉兵一下就退出几十丈远。 韩涛一看,汉兵下去了,来,住手吧。 城上头就没有动静了,没想到城上刚一踏实,这些人连杯水还没喝呢,城下的汉兵,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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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回平汉兵就退 只要你不放剑 不放下扔石头子 我们汉兵就攻城 就这样一直到了正午 汉兵中 一阵罗声响 奸谈指挥兵将 撤兵回归汉营 哎呀 老将韩涛一看 汉兵撤走了 马上传令吩咐兵将 用战犯 这些兵也受不了了 真饿了 把饭碗端起来了 这饭呢还没到嘴这儿呢 这汉将魏月 指挥第二队汉军 呐喊声音 就杀到了城下 杀呀 愣往上爬呀 城上的兵将 都不能吃饭了 只好守城吧 魏月的人马 也是三进三退 城上的王莽的兵将 受了三回辛苦 天色快黑了 汉军这才明金收兵 城上的兵将啊 实在是饿坏了 赶紧吃饭吧 这回还不错 等他们吃了半饱着 就听城门下 哒哒哒 杀了 莽军望下一看 城下头 一片火光照耀 如同白昼 汉冰又杀到了城下 王莽这些兵累了一天了 到这时候叫苦不迭 景丹指挥汉冰 在城下闹了半宿才撤兵 景丹走了 这葛延带着兵又来了 就这样整整的两天一夜 城上王莽的兵可实在受不了了 困得他们前仰后和站都站不住了 就是汉涛也是筋疲力尽了 这天夜里 正是大将景丹指挥人马攻城 陈俊在城上 一看 汉涛守抚城墙 在这儿是大话啊 陈俊知道汉涛支持不住了 机会到了 马上扑过去 冷不丁的就是一刀 这一刀就把汉涛的人头砍下 这人头就掉在了城墙之上 紧跟着陈俊三刀两刀 就把这大灯笼的根给砍断了 灯笼往城下一吊 景丹看见了 知道大事成功了 来 兵将奋勇攻城 许金不许退 退着斩 汉兵汉将 呐喊声音 套套套啥了 奋勇往上爬城 这时候 城上王莽的军队 就跟陈俊动上手了 自家的兵将乱在一处了 汉兵借这机会 就爬到城头之上 陈俊高声喊嚷 兵将你们听着 韩涛已然被我杀死了 莽贼很快就被消灭了 汉太子兴兵了 你们要不归墙 你们可白白为王莽送命 大家一看 老将韩涛已然死了 王莽的军队没有主将了 大家再一看 城头之上是陈俊 底下汉兵已然杀到城上了 这些王莽的兵走投无路 就弃城投降了 汉兵就把城门开了 景丹指挥人马进了城 后边葛言得报 也指挥人马飞奔入乎阳 到了天光大亮 大势已定了 东西南北四个城门 全都是汉兵把守了 景丹葛言陈俊在军中布置好了 然后并报元帅 元帅得报 胡扬城到手了 立刻保着汉太子刘孝 带着五百兵入城 查点酷银苍凉 收编降军 出榜安民 然后让众将报功 刘孝就传下旨意 封陈俊 中领军中军战将 又拿了不少金银 拿了不少绸缎 赐给他的姐姐 一天之内 把所有的事情 全都办理好了 邓宇就派战将 暂时守这座胡扬城 因为汉兵刚刚兴兵 粮食少啊 既然粮食少 他就立于极战 天还没亮呢 邓宇 邓仲华 就指挥全营人马 拔营起寨 进兵寄阳 快啊 这一天 大的人马到了寄阳关 离城不到三十里地 元帅传令 安营扎寨 一声定营炮响 将士儿郎 踩看极地 挑豪沟 堆土壘 支搭帐 营寨安好了之后 元帅升作中军大帐 点名过谋 发放军情 诸事已毙 军臣才退归寝帐 到了第二天 早上起来 邓宇升帐 然后传下命令 来 点兵三千 攻打寄阳关 军中已然传下命令 时间不大 人马调齐了 刘宇跟邓宇 两个人在帐外 拢丝江任等 班杆秤夸坐骑 指挥三千人马 带领重大将 就杀出大营 哆哆哆哆 想着三声大炮 人马望出一冲 朕是人似欢龙 马似活虎 晶气漂白 浩浩荡荡 初营就杀伴济阳关 了不得呀 这才是军中三声炮 遍地秀其谣 而党杀声喊 战将胆气猴 大队人马望迁走着走着 看见济阳关了 元帅吩咐来 我兵列阵 一声炮响 两杆绿段色门旗开出 三千汉兵二龙出水式 验别赤排开 当中间三军四名率旗之下 元帅邓宇怀抱另旗另舰 押住全军大队 旁边就是汉太子刘秀 稳坐在关座马上 重展将左右围绕 毫不威严 君臣抬头往济阳关上关桥 时间不大就听济阳关中 哆哆哆哆 响了三声大炮 紧跟着有打城中冲出一只人马 这只人马杀到吊桥的前边 一队速断门旗左右一分 大约有三千王莽的官军 便打黄旗 这三千兵裂开一次长蛇阵 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大旗 三掌标杆胡理银顶 素端色红火燕大红的飘带 旗子上绣着一行小字 寄阳关总阵 当中间抖大的一个字 呈 刘秀军臣一看这只人马 整齐严肃 亏名甲量 一个个十分威武 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好了 从王莽军中出了一员战将 刘秀邓宇跟重战将仔细观桥 就瞧这员战将来到两军江城勒猪作祭 哎呀 好人样呢 这个人跳下马的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 长得圆背风腰 双肩暴露 看面貌 圆风脸 面白如玉 哎呀 这皮肤是又白又嫩 两道浓眉 眉似刷漆 目若朗星 朔朔放光 玄胆鼻子 四字方海口 牙拍碎域 沉若屠珠 两个大耳相衬 看年纪也就刚刚二十岁 头上戴一顶 九头狮子闹阴亏 勒着一对亮银魔鹅 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豆宝 顶门上一朵红绒球 秃突突乱颤 九七三英灌顶 狮子尾倒挂 四指宽 漏海带 密牌银钉 包尔护相 双掐 漏汉鼓 不会好看 为的是遮枪挡剑 身上是里边穿着一件素缎蟒袍 紧素素花容绕 蟒翻身龙探爪 外边照着一副亮银甲 这副亮银甲挂甲勾环 暗分出水拔怪 雷甲掏九股拧成 巧计护体扣 身背后 狐狸银顶素端色 四杆护背旗 上袖飞老虎 周围是走金边踏金线 在飘带上悬挂着紫金灵 胸前悬挂护心宝镜 光闪闪冷森森 冰盘大小 夺人二目 雷霞佩戴一口昆乌剑 雷霞一劈气 银事件银通口 肃容神玩手 倒吹灯笼色 于他为三叠道挂 吞天兽 天蓝色软战裙 装金钉 全城莲花盘 翻卷河野边 大红中印 足蹬虎头战靴 胯下白龙马 暗闪搅环鲜明 左弯弓右别剑 暗带镳囊 掌中一口九尔八环刀 精神百倍 耀武扬威 哎呀 刘秀军臣一看 自从在白水孙兴兵之后 可没看见过敌人 有这么一员 威风凛凛的战将 好人样 军臣们正瞧他 就听这员战将 在江场之上 呐喊声音 呆 汉兵汉将听真 既有天凤凰 驾遷武状元 陈鹏在此 有不怕死的 镇前纳命 什么 刘秀一听 陈鹏 哎呀 忽然间想起来 当年在武靠城内 曾经见过陈鹏啊 心说坏了 刘秀看了看 袁帅邓宇 今天 咱们可欲尽禁敌了 书中暗表 这个陈鹏在长安城 比武夺魁 当了武状元之后 王莽对他是十分的器重 传下旨意 绑下纪用 纪阳官守将 陈鹏是怎么想的呢 虽然说舅舅不让自己保王莽 可是现在大汉朝 已然亡了十年了 绝对不会二次复兴了 母亲居双守寡 把自己栽培大了 不容易啊 有道是母因子贵 自己长大了 做了大官了 我的母亲不就是太夫人了吗 也能跟着自己 想上几年的富贵 陈鹏谢根之后 高高兴兴走马上任了 没想到刘秀兴兵 大瞻纪阳官 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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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